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是作为一个比较理性的参考 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账户的资金情况 而不是盲目的去接受 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判断力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就是还是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目前的市场金融状况 另外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投资领域 或者是做生意里面的一些小技巧 这个好像是自动的 那我调一下 因为我看很多人是7点40分啊 就在电脑前等着这个网课的开始了 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11月24号的格伦威夫雷讲座呢 大家如果有时间稍微早到一点 那么我们就稍微早到一点 因为我们时间提前了 是从原来的一点提前到12点开始 因为担心之后的时间可能太过 太长了 那么12点开始的话 大家可能就要11点45之前到了 因为按照网界的这个经验啊 12点开场的话 12点肯定是基本上没有作为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啊 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部分的剧透一点点啊 非常少的一部分的 24号峰会的一点小内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讲 哎 我赔钱了啊 这两天赔的比较惨 按照我的往常的策略呢 可能不应该赔钱啊 但是目前这个人呢 都是比较固执的 一旦发现自己错误呢 轻易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反而觉得这个市场错了 那么每次当我们产生这种市场错了 我是对的这种心理呢 他就跟我跟朋友或者大家跟自己媳妇太太吵架一样啊 你觉得太太是对的啊 这种概率比较低 对吧 一般都觉得另一半是错的 自己是对的 那么这种时候男同胞们就非常惨 该跪催一把就要跪催一把啊 跪键盘就要跪键盘 所以呢 对市场面前我们也是这样的 如果啊市场说 他是对的啊 我们觉得市场是错的 我们是对的 基本上我们就要啊 跪的连裤子都要磨破了 还要自己补丁缝一缝再继续穿 因为已经是赔的连啊 连这个裤子都买不起了 所以说呢 赔钱了这个故事呢 大家呃 要多听啊 别人赚钱的时候呢 我们要啊虚心的去听 赔钱的时候呢 我们开心的去听 对吧 别人赚钱的时候啊 比方说某个基金公司大佬 又赚了几十万几百万 今年给大家讲讲课啊 大家去比较崇拜的 比较呃 这个 怎么说的 看到一个希望啊 因为假设这个基金大佬 未来可能 那么当一个陪钱的人给大家讲 陪钱的故事呢 那大家都可以当做一个 茶余番号的番号的 这个小小故事去听 那么这个心态不一样的时候呢 呃 我们就要知道 因为在我们努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反而不如这种小的灵感呢 小的点子啊 或者是开心的时候 大家提到了一个事情 更重要 因为我们努力的学习 已经学了几十年了 我们的生活还过成这样 对吧 基本上学习 努力的学习 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我们人生当 从小到大啊 上了那么多年学 基本上已经不太重要了 我觉得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就是说我们个人呢 在这个条条框框里面 啊 我们人生每每个人上面 感觉都有一根线啊 一圈线在缠绕着 自己的关系网也好 自己的社会结构也好 自己的知识阅历 自己的资金实力 以及能够掌握到的一些信息资源 那么整个呢 构成了我们个人的一个交际网络 啊 一个生存结构 那么在这个结构体系里面呢 我们其实都是本本分分的 不管我们学多少的内容和知识 我们很难去迈出 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小圈子 很难去做出改变 不过咱们在澳洲的人相对来讲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已经是能够移民到澳洲 或者是呃 在这个澳洲已经生活这么久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啊 这种灵活性会高一点 那么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内容就进行到正常的一个环节 那么首先上来啊 又是不好意思 又是这个自动了 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2020年 大概能够年薪百万的几个方向 年薪百万的这个啊 并不是很难啊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 因为很多在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能做到 很多像我的这个我妹妹啊 在国内啊 他做这个在上一的时候呢 就做这个微商啊 那么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呢 啊 大二开始开奶茶店啊 又赚了第二桶金啊 现在的话 家产已经是比他的父母还要多了啊 现在大学刚刚毕业啊 四年的时间 那么创造的财富啊 就已经是一年赚了 他什么都不做啊 光几个奶茶店给他一年赚的钱 就已经是超过了小百万 所以说呢 呃 这种机会是过去的市场不会给我们的 过去的年代不会给我们的 但是呢 在这种变革的时候呢 很多人选错了行业啊 比方说选了一个汽车制造业啊 那可能这个发展空间就很有限了 竞争越来越激烈 对吧 比方说你选了一个啊 相机啊 制造业啊 那基本上现在已经沦落到没有人去需求了 所以呢 整个行业变迁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女怕嫁错狼 难爬入错狼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七个方向呢 就是未来 大家能够去深度挖掘找出机会的七个大的需求 今天讲话有点慢啊 是因为我健身的时候呢 这个 呃 太急功近利了 也可以说是教练呢 呃 没有 很好的去结合我的身体体型啊 因为我是偏瘦的啊 可能是按照一个高强度的训练的一个机制 啊 脖子现在肌肉损伤了 所以说呢 说话要慢一点 今天讲的时间呢 可能也会短一点 啊 因为这个伤筋动物啊 它少则三十天啊 多则可能更久 呃 那再插一句啊 大家去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啊 就跟选教练一样 并不一定最贵的是最好的啊 我就选了个最贵的啊 但现在这么惨啊 不仅要做理疗 还要去吃药 贴膏药啊 不仅耽误时间 还要多花钱 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啊 我当时以为最贵的肯定没问题 因为最贵的它不一定适合你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那个买东西也好 生活也好 最贵的那个真的不一定适合我们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七个需求七个行业 那么第一呢 就是女人怕变老啊 怕变丑 或者是想要变漂亮 变得有气质 那么这个呢 是亘古不变的话题 不过在任何一个年代啊 啊 多少年以前和多少年以后 我相信女性的这种需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第二点呢 男人有需求 这个需求是什么呢 啊 在澳洲男人可以有很多需求 那么当然在国内也有很多合法的不合法的需求 那么这个需求到底能不能通过某些正当的行业 正经的事情 正经的生意来释放出来啊 比方说你有品酒的需求 你有随着你的收入上升 你对表有追求 那么这些算不算男人的需求呢 还是说啊 大家狭义上理解了啊 就是男人一定要去酒吧啊 混一混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才算是是需求 所以呢需求它是分内和外的啊 说低级的需求和高级的需求 那么人能够控制的和人本身所自发的这种产生的像吃饭啊 就属于自发的需求 那如果我们想提高啊 像去高尔夫啊 打高尔夫学这个像我去如果是学健身的话 那么这些呢都是你额外的一些需求 那么第三呢就是孩子要考高分 这个呢 我发现在澳洲其实孩子虽然幸福 但是呢真正的精英家庭的孩子也是跟国内差不太多 基本上大家从小就要去定私校啊 刚生孩子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报私校啊 甚至没生小孩之前就要买一个学区房 那么私校呢 澳洲的精英学校呢啊 他不仅要调查学校孩子的这个本身的能力 还要调查孩子父母的背景啊 你父母如果是啊 做生意的 有些私校就去不了 那你父母的收入带不了20万 那你有些私校也去不了啊 那么这个就是孩子需要高分 那么如果我们还坐在了起跑线上怎么去弥补呢 这个呢就是每一位父母需要去想的啊 因为私校可能是因为我们先天的问题进不了 那么额外的一些渠道能够弥补孩子在这方面啊 年轻小时候目前和其他孩子的一个拉锯啊 就要缩短 那么怎么去缩短这个差距啊 这个呢就是孩子要高分方面的 那么第四呢是老人呢 要健康长寿 大家有钱了啊 或者是钱够花了 60岁70岁80岁啊 甚至90岁100多岁 那么现在呢 随着我们啊 整个社会的年龄结构呢 越来越往后平移 所以呢 像日本这些国家啊 他的老龄化啊 人口呢 结构比例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那么大家呢 会发现对于老人啊 这部分的需求 不管社会需求 心理需求 他的这部分市场是越来越大的 因为老人呢 呃 辛辛苦苦 我们的父母啊 爷爷奶那一辈啊 可能大家辛辛苦苦 那么到了晚年 终于到了一个社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么各大生产力都释放出来了啊 要电视有电视 要电话有电话 要汽车有汽车 对吧 你往前倒退100年 要啥没啥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老人真正的要从心理上和身体上去适应享受啊 从由适应变成享受这个社会 那么如果谁能让老年人啊 或者长辈们真正的能去享受到目前的社会的所有福利 那么这个行业就会非常厉害 那么这一家公司也会变得非常厉害 因为现在的话 大部分的人呢 尤其是年长者 还在适应这个社会啊 适应和享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年轻人现在是在享受这个社会的 中年是在为社会而奔波 为家庭而奔波 那么老年人呢 还在慢慢自己的去适应啊 像怎么学微信啊 怎么去做这个做那个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整个社会缺失的 谁先找到了这个市场 谁就是未来啊 五到十年领先的一个公司 那么之后呢 就是富人要服务 据说呢 在悉尼有一家老外的公司 专门服务亚洲土豪 有什么要求都能提啊 都能满足 比方说要包下来整个悉尼的这个跨海的这个桥啊 或者是这个悉尼港 这个叫情人港啊 整个包起来包一天都能做到啊 要在整个大马路上啊 高速路上吃晚饭啊 六点钟要吃晚饭 那么这家公司也能做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富人需要的一些定制化的需求服务 这些服务的收费呢 会非常高啊 因为在澳洲这样的社会 如果是大家想要做生意啊 就做两种生意 一种是高净值的 一种呢 就要做两千万人口的生意啊 第二种做的非常累 比方说我们每一个单价呢 可能只赚一块钱的啊 小小产品啊 小零价 那么你要卖掉两千万个 你才能赚两千万 正常的话 你每年可能只能卖掉几十万个 对吧 那你连基本的支出都满足不了 所以呢 富人的需求 会越来越的定制化啊 越来越 这一条 就是非啊 就说就是special啊 就是特质 那么这一类呢 如果谁能做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啊 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做到一家独大 啊 最早还有传的这个mint黑卡啊 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啊 那么这些公司一旦如果是有上市类的公司介入的话 那么对整个行业都会起到一个旗帜的标杆的作用 那么之后呢 就是穷人要翻身啊 作为我也是穷人 那么要翻身啊 那么穷人和富人 他两者的需求不一样 人数基数也不一样 所以呢 你要会发现一家公司在一开始他的产品定位啊 就未来你就能看到他的这个市场规模 那么穷人呢 或者是我们啊 这种人 那么别人如果想做我的生意 他就要做一片人的生意 对吧 他就没有办法一对一的去很好的服务的 因为他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呢 服务普通人啊 或者是咱们 或者是我啊 那我这样的人呢 啊 那就需要有一百个能满足他的生意 满足他的公司运转 那么富人呢 可能只需要一个 所以呢 在财力上和消费能力上啊 大家就是人数加在一起 很多人才能等于一个富人的这个消费力 所以呢 两者公司的定位不一样 Telstra这种公司呢 就是我们这种公司啊 那其他一些富人类的公司是什么类的呢 啊 一会儿会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当然了 更深层次的要大家去接受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小米公司是穷人的还是富人的啊 是我们穷人的 对吧 小米 所以呢 小米的股价啊 他涨不上去 LV公司是什么呢 是富人的 对吧 因为大家吃食品消费嘛 啊 所以说这类公司呢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那么澳洲也有 中国也有 美国也有 欧洲也有 那么个人要出名啊 这是最后一个 所以个体来讲 在现在社会 大家会发现中国特别火的是什么 啊 是抖音 抖音里面的网红 网红在过去十年呢 应该是中国 网络经济的一个发展史 代言词 啊 代名词 很多人呢 通过成为网红 一夜暴富啊 这个都是很正常 合理的 所以呢出名你要看啊 你到底是通过 出书来出名 还是知识啊 你的知识 还是你的视频 还是你的广播 讲座啊 包括我们 其实呢 无非在个人里面呢 能够绑定 GoMix 也是因为公司给了这样的一些机会 那大家能够满足自己出名的这个需求 所以说呢 在整个行业里面 我们筛选了这七类的需求 目前呢 是附加值最高的 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吃饭这些啊 因为它的附加值很低 你像 这个海底捞上市了之后 大家发现 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啊 无非也就是这样而已 它的未来增长空间 其实很低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家海底捞啊 那么如果再出现第二家第三家其他的火锅啊 如果是在产品质量和同质化上啊 你没有什么太多的领先的地位 那你未来的价格和销量都会下降 并且门槛不是那么高啊 那它的需求呢 也不是说那么多 不是说我们每天都要吃火锅 所以说呢 现在摩尔本奶茶店火锅店那么多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吃腻了 我相信大家有同感啊 当同质化很多的时候 那这个需求呢 就不是一个持续性的 因为它会有替代品 而我们刚刚说的这七类呢 它是没有替代品的 孩子要高分 你就是要高分 谁家机构能给你的分高啊 能给你的孩子增加特长更多 你就会报哪一个 并且利润率相当高 那么女人要漂亮啊 要气质 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左右两边啊 是这个小吃 左边呢 是在比方说Chaston啊 David Jones啊 或者是啊 我们说的一些大商场里面啊 如果就如果有一家bronch店啊 或者是小吃店啊 那么右边呢 就是传统的这种街边小吃啊 大学城旁边的 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大学城 大学城旁边的啊 或者是我们说的Bossill啊 这种地方 那么旁边有几家小店铺啊 那么其实呢 大家看一下A和B两者啊 在一个是在商场Westfield的这种商场里面 大家说这种店好吃呢 还是说在B啊 这种小吃街啊 大学城旁边好吃呢 正常来讲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概率下 都是大学城小吃街的东西更加好吃 更加美味 也更加便宜啊 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呢 还是在A选择请客啊 选择这个接待女朋友啊 选择就是说啊 做一些稍微高档一点啊 那么在B里面呢 更多的属于自己的一些消费啊 就喜欢了 想吃了 好吃才会去 所以呢 A和B呢 它其实针对的群体是不一样的 我们针对个体来讲的话 那么A呢 就有一点像 我们说的是外表啊 外表是要好看一点 但是饭怎么样啊 不知道 food court的啊 饭都是一般都是不好吃的 对吧 因为不需要好吃 大家呢 都是来了消费 必须在这啊 中午没地去了 在这吃 并且回头客很少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在大学城 或者是独立开家外面的小店铺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回头客啊 那么它的饭菜的质量味道就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就是内力啊 就是我们的气质和内在的一些内涵呢 啊 说是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 你的知识啊 你的见解 的博文这些 那么A类呢 就是啊 你好看啊 这些这种感觉 那么其实呢 它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吸引的人不一样 在某一个阶段 吸引的人不一样 但是呢 大家目前追求的 我认为肯定是二者都有的 啊 既要好看 又要好吃 啊 味道还要好闻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餐饮和啊 对应的这个 我们人本身的一个需求 其实大家追求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选择啊 如果是一个行业 这家公司 能够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那么就会发现 哎 它的上任空间就会很大 那么这个呢 就是 亚士兰黛公司的股价 和LV公司的股价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亚士兰黛公司 大家都很熟悉了 旗下有非常非常多的化妆品 保健品 保养品啊 这个 目前是在这个纳斯达克啊 上市 美国的上市公司 目前股价是187美金 从2016年到现在呢 尤其是2018年2019年 涨幅非常的 2017年的时候呢 还是70块钱左右 到现在呢 已经是187块钱 涨了2.5倍 接近 基本上呢 每年涨一倍 所以呢 也非常的有吸引力啊 如果是17年啊 或者18年 我们买了1万块钱的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都已经翻倍了 所以呢 从投资回报率来讲的话 你每年 我们其实呢 很多人需要的 不是40 50的增长 需要的无非就是10几20 那么选择一家这样的 有长期增长空间的 又是行业内部 比较有垄断的 相对垄断的一些巨头公司 啊 那他的行业发展 会随着女性的这个需求 不停的释放出来 那么需求释放 有两种释放 第一种释放呢 是根据人数来释放 像A2奶粉 对吧 A2奶粉 为什么我们很早就不看好了呢 尤其是在他中国和海外市场扩张 失利之后 果断不能买入 啊 千万不能买 原因很简单 他的需求这么多 你一个婴儿 5岁的孩子 3岁的孩子 6个月的孩子 你能吃多少奶粉是固定的 婴儿的数量也是固定的 你能算出来啊 今年生了100万个小孩 啊 那么他们的奶粉需求 在这个年龄段就是这么多 但是女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啊 女人的需求是增长的 大家要了解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啊 婴儿是必须吃奶粉的 对吧 一开始你就能够确定一个数字 比方说他的市场份额就是10个亿 A2来抢占的是这10个亿的市场 那么亚诗兰黛为什么有区别呢 他一开始啊 是中产阶级的 或者是大家有消费能力 亚诗兰黛产品的 可能市场是10个亿 但是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这10个亿变成20个亿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家啊 本来是100万人可以买得起 现在200万人都能买得起了 是不是人数就扩大了 这是第一 所以呢 他是人数有提升 第二 每一个人啊 我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每年呢 就买一只口红 但是现在我有钱了啊 我衣食不爽 我跟男朋友吵架 我可以买上20只口红 对吧 我可以报复性消费 那么男人男性有钱了之后呢 我可以送女性啊 送我的父母啊 或者送我的亲朋好友 对吧 我也可以送这些 所以说他的需求呢 是几何增长的 这就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线性的 一个是指数性的啊 所以说呢 你要判断就是一个行业 它到底是线性增长 还是指数级别增长 也说不仅是消费群体的数量 扩大了 每一个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 也在扩大 所以说呢 这就是互联网效应那种感觉 啊 你的人数在加大 你每一个人的消费力 也在增加 那么这个呢 就非常的好 并且呢 你作为传统的这种巨头来讲 啊 你需要再额外付的 研发费用很低 啊 你不像厂啊 你像很多澳洲人喜欢买矿 那么在现在的这种经济环境里面 我就非常不赞成去买矿 也当然黄金是领算的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挖完一个矿 还要去勘探下一个矿啊 如果你勘探失败了 就完蛋了 像亚诗然那种快销品公司 他需要研发什么呀 换个包装 直接又上 又是一款新产品 他没有什么需要研发的 那么大家在这个面膜呀 也好 还有护肤品啊 保健品 营养品上面花的这种智商税 已经太多了 但是铝交不止啊 铝金不止啊 就是说大家现在回国也是一样 中国跟澳洲要什么 要无非就是保健品啊 要一些营养品啊 什么水光针啊 那你这些东西 他不可能就是没有人要啊 你卖20块钱有人要 卖50块钱也有人要 所以说呢 这个是没办法制止的一个现象和需求 那么右边呢 就是LV的公司 大家看一下 从17年到现在 LV的股价 也是翻了一倍啊 两倍 从150块涨到了400块 现在还在往上涨 我不知道什么行业 能像这种啊 什么公司能像LV公司翻了这么猛 LV呢 其实在最近呢 面临着一场这个收购啊 想是要收购爱马仕啊 最近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LV想要收购爱马仕啊 但是结果呢 失败了啊 最后呢 这个收购了谁 收购了迪奥啊 所以说呢 大家看的视频 像Gucci啊 他他好多其实都是一家公司啊 那LV和爱马仕是什么情况呢 啊 这个呃 有时间啊 我给大家大家再讲一下 我看一下现在时间啊 8.24 那么在LV母公司呢 他的这个呃 在二三十年前啊 大概是一个新的CEO进来 那这个新的CEO也是股东了啊 他他也是个家族 大概是100多亿美元 买下了LV的控股权 控股了之后呢 就不停的向外扩张 那么最终呢 把目标盯向了爱马仕 因为在收购品行业里面 爱马仕就是高高在上的 哎 王冠级别的 那么底下呢 就是LV Gucci啊 还有这个呃 其他的一些啊 一线的大牌 那么再往下呢 就一些二线的 像Coach啊 这些澳洲常见的啊 就二线收购品牌 所以呢 LV缺的是什么啊 缺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啊 像爱马仕这种情况 但爱马仕呢 啊 他的当然也是上述公司 不过他的上述公司呢 在最初啊 他是有200多个人 同时持股啊 作为控股的 当然他没有完全控股 为什么呢 因为这200多人分分散散 都属于爱马仕家族的啊 也就是爱马仕是一家家族企业 传承了几百年了 那么这200多个人呢 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啊 所以呢 LV就看准这一点啊 因为啊 爱马仕没有控股的啊 没有说某一个人超过30%以上的股份啊 所以说呢 他的股份非常的分散啊 这个时候LV就在二级商场大肆收购啊 收购了这个时候呢 感觉收购了4.99%啊 因为超过5%他就要上报了 那那个时候呢 爱马仕就会发现 对吧 会发现 哎 正在收购我的股票 这肯定不行啊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LV在二级市场上 无法继续再收购 爱马仕的股票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叫对赌协议 因为呢 还有除了爱马仕家族以外啊 世界上还有很多投行 手里有爱马仕的股票 比方说高盛摩根斯坦里这些啊 大家都知道投行肯定是要买股票啊 啊 对吧 都会买这些食物品的去配嘛 因为在欧洲除了食物品 没有什么好买的 现在 所以呢 啊 就是这些啊 投行加在一起 哎 接近20%左右啊 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好了 现在呢 LV就去跟这些投行去对赌啊 比方说当时股价才100块钱啊 LV是这么跟投行说的 如果股价上涨啊 我就按照股价 当时的股价去买你的这个股份 如果股价下跌啊 我还按照100块钱去买你的股份 对吧 哎 投行一听就乐了啊 这种钱的事当然很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一年之后啊 如果股价涨上去了啊 比方说从100涨到180 那么LV公司要用180去买你的股票 当然没问题了啊 那么如果股价跌了 跌成80了 LV还会用100块钱去买你的股票啊 所以说投行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马上所有投行都跟LV去签了这个协议啊 那结果呢 到最后大家想也想到了啊 当合约结束的时候 LV瞬间啊 就在交割的那一天 瞬间拥有了控股权 拥有了控股爱马仕的这个控股权 结果瞬间让爱马仕家族大为震惊啊 这个事情在最近在欧洲非常火 当然我刚刚讲到了数字啊 可能有个别是错误的 因为我记不清啊 毕竟是啊 没有记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 那爱马仕家族就要进行反击了啊 那么这个呢 事情在欧洲其实是合法的 对吧 因为我没有啊 在二级市场上继续收购 我是在一级市场 通过对赌协议和投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瞬间我就把你的控股权拿到手里了 爱马仕家族非常恐慌啊 因为一旦LV空股了之后 有可能把爱马仕家族踢出董事会 对吧 那你从此爱马仕就不再属于爱马仕家族的了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就联夜召集家族前50个成员啊 大家集中把手里的股份全部集中锁定啊 未来一年或者多少年啊 这个股份50年 我记得还是20年啊 20年内 大家谁也不能卖任何一股爱马仕 那么这样的话问题也来了 一旦这些股份凝聚在一起啊 那么也是要比LV空股的要多一点点 因为他绑定了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他要求啊 其他的投行啊 或者是其他的机构啊 要对爱马仕家族进行让步啊 就是说大家在协议上互相帮忙一次 那么去反击LV的一个收购 那么这一次聚集之后呢 LV呢 最后放弃了爱马仕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 这个股价是一路上涨啊 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 我忘记LV最终是赚了多少个亿啊 不是80个亿 就是几百个亿啊 就是出厂了啊 最终把股票又卖给爱马仕家族了啊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资本故事 那么LV呢 在此次战役呢 是赚了很多钱啊 大家从股价上也能看出来 反映出来啊 通过这样的一次资本收购 赚了几十亿上百亿 购物员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资本的战争 我们要从这个 我们平时天天去买包也好 天天去逛商商场也好 你要了解这家公司 目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了解你的产品背后 到底谁是控股股东 啊 我相信现在连很多人 连工商银行啊 或者是澳洲四大行 背后最大的控股股东 是谁都不知道 都没有研究 那你去消费啊 像afterpay 我们大家天天去炒 那你连股东是谁也不知道 那怎么能行呢 股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股东能带来的资源 不仅仅是资金上的资源 啊 还有这种收购项目 如果你发现一家公司 能够在另一家公司的收购里面 赚到甜头 那你就大胆去买入 啊 基本都是百分之百 稳赚不赔这种行情 所以呢 这个就是通过女性的啊 一个引发了这个 一个需求上的展开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男人有需求 男人有需求呢 你可以通过发质上 相信大家这个男性 到了澳洲之后 包括我本人这个掉发脱发很严重 那么在中国呢 他也是脱发很严重的 包括这个压力啊 还有这个啊 说是人类进化 什么雄性荷尔蒙分泌 跟以前这个量不一样了 乱七八糟的言论 还有我们饮食习惯 也发生了问题啊 锻炼的也少了 就是酒做办公室啊 这种情况 所以呢 引发这些问题呢 你会引发啊 进而反向去引发一些健身啊 现在健身行业还没有巨头出现 对不对 如果是像澳洲前段时间 有家IPO的公司 要做健身类的上市 当然澳洲的市场已经很饱和了 如果你能在未来呢 再发现一家IT类的啊 科技类互联网的健身行业 在美国上市了 那么需求就会很大 他的资金增长啊 资本规模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那么再一个就是男性的吸引力 性对吸引力现在呢 慢慢啊 有更大的一个体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呢 男人不修蝙蝠啊 对吧 那么现在不是这样了 现在呢 叫精致的啊 中国有一句词 有个词叫精致的猪猪男孩啊 对吧 现在呢 00后90后 对精致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 大家呢 一改之前的邋遢 或者是不修蝙蝠啊 一带着胡子就出来 现在呢 男性也有男性面膜 男性洗发 洗发这个洗面奶 男性这个化妆 这叫BB霜啊 对吧 如果在座有女性能听 我说这个词应该 还有一些对吧 像BB霜这些 还有粉底液啊 那么现在男性都有这个 那么出门要擦防晒 对吧 那么这些需求呢 是直接释放了 另50% 全人类 另50%的一个需求 这种感觉 所以他的市场规模 是相当大的 男性在未来会 迸发出极大的一个消费力 这个消费力 刚刚显现出来 那么以前都说 女人的生意好赚 未来男人的生意更好赚 我今天去 拿了一套西服 David Jones的 那男人 为什么钱好赚呢 是因为他一旦认准了 你的品质 一旦认准了你的服务 你可能就好多年不会变了 那你这个 这个转换成本是很低的 不像女性 如果你要维持一个女性的好感 或者是他的购买力的话 你要不停的去打广告 有新的产品出来 让他去换 但男人不是一样 不是这样的 像我西服 他有我的身高 有我的裁缝比例 那我每次去 我就找这家 因为他知道 这些数据都在他的数据库里面了 他能给我定制出来 合身的一些西服 所以我不愿意去换 因为男性的转换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在男性的行业里面 我们就要找那些 有工匠精神的 大家看男性和女性的需求 就不一样了 男性的需求是工匠精神 那么就是车 是要好车 那么你对车的这种皮质材质 发动机的声响 打磨 包括手表的这种精准度 膜工 上面刻字的这个 深度 这种字体 都是很有研究的 所以说男人在未来 越来越精致的一个情况下面 他会释放出来更多的一个消费力 和更多的客户粘性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大家 如果以后要自己做生意也好 那么这些需求 现在呢 非常的少 那么在澳洲呢 我就想找个 帮我定制一下发型的 帮我设计一个发型 设计一个造型的 那我就找不到 对吧 那如果是找到了 可能也比较贵 要几百澳币 所以说呢 他的需求和他的真正的一个市场 是断层的 所以说呢 这个市场 未来我相信市场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还是要高分 在澳洲也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 就是 关于教育方面 像这个叫IDP 还是叫什么来着 是澳洲的上市公司 也是做教育的 那么大家如果在外面补习班的时候呢 让孩子那些补习班 花钱是肯定是要花的 对吧 大家知道还比较贵 那么这一方面呢 大家就是要跨界思考 什么叫跨界思考呢 你再给孩子上辅导班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 不一定要在这上 你可以去新加坡上 对吧 成本都差不多的 可以去新西兰上 可以回中国上 可以去韩国上 就看你希望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澳洲叫multi-culture嘛 如果你上了 腐习班还是在跟一对中国小孩去上 那当然中国教育方面有中国教育的优势 所以说呢 还是在教育方面要打开视野 如果哪家教育机构能做到global的 能够包容各种文化 各种民族在本民族教育里面最优的这些东西 把它提炼出来 那么这种啊 就会非常好 现在呢 比较讲究互联网网上的教育 那么这一类教育呢 本身泡沫说实话比较高 因为你的视频课程也好 你没有办法 很难去绑定一个 这个长期的在电脑前的学习这种感觉 像我小时候 花了几千块啊 我记得非常贵 五千还是六千人民币啊 特别小的时候 这个出众的时候 那都是接近十几年 快二十年前了 那个时候刚出那个电脑计算机啊 零几年的时候 就要就上网去学那些 买了那个课程 我一共就没用几次啊 那个课程再先来 现在来看 一个免费的APP做的都比他好 当时竟然要五六千人民币啊 那个时候五六千人民币可以买一台电脑了啊 所以呢 就非常的贵 那么大家呢 一定要把自己教育的视野打开 那么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老师 和你的学校啊 他是不是真的跟他宣传的一样 很多小的辅导班 现在非常多 尤其是在华人区巨堆的地方 那么如果一个好的老师 能把孩子教得非常好 那不好的老师 就像我健身一样 把我教的这个肌肉损伤啊 好几天上不了班啊 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不好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还花钱 所以呢 一个好的老师是特别重要的啊 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是真的要给孩子找的话 你要去多听几节啊 作为父母也要多去听 那么也要去多听不同的人讲 甚至不同国家的人去讲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老人啊 长辈要健康长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未来呢 呃 澳洲社会目前还没有体会到 但是日本的社会已经是严重的感受到了 年长的人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大 包括什么呢 即使在一家养老院里面 那么养老院的体制 如果有创新的话 那么也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啊 如果大家的手里有资金 想要在未来建养老院的话 那么也可以去研究一些 包括一些保健类的产品啊 这个需求市场非常大 日本呢 目前做得非常好 日本呢 养老院呢 里面是积分制的啊 什么意思呢 老人一进去啊 进去之后呢 啊 每天会收到在养老院里面 特定的一些钱币啊 钱币不能在外面花 只能在养老院里面花 如果你工作啊 比方说在养老院 你帮助旁边的老人了啊 或者是去食堂帮忙做饭了啊 那么你就可以收获多少 如果你今天去下象棋了啊 去遛狗了啊 你又能收获多少的钱币 所以呢 他的护士每天的任务呢 就是跟踪啊 跟踪这些老人啊 看看他们每天的活动啊 然后适当的去给你钱币 如果你什么也不动 就躺着看电视玩电脑啊 那一天可能这个赚的钱币都不够吃饭的啊 如果你想吃一顿好的 你就要去花更多的钱币 如果你像去赌博也没问题 只要你有那么多的钱币 所以说呢 这个老人院的这个社会体系啊 就完全重新的构建了 那么只在老人内部可以循环使用 那么老人家呢 在发现这种好处之后 他们也会积极的去跳舞啊 唱歌啊 像我们正常的社会啊 老年人在广场跳舞啊 或者是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下棋 他是没有奖励的 对吧 那么现在这家养老院 把这种奖励机制激发来了啊 去引导我们的这些长辈啊 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知道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是奖励几时 包括我上班啊 我上班 我明天上午可以不上班啊 甚至可以晚很多时间来啊 我还是赚双倍工资啊 那么所以我愿意晚上给大家做个网课 那么我们的奖励机制是这么来的啊 我们去Bossil 去Glund Valley 去哪里出差 那么我们全部的费用是报销的 并且呢 我们是double pay啊 两倍工资 那这种奖励机制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在用 为什么到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上年纪的时候却没有了呢 所以呢 这种机制呢 在我们习惯了40年50年60年的时候 突然断层了 那有这个时候啊 它其实是很难受的 就跟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上上上学突然进社会了 那种感觉是一样了 那么年轻人适应能力还好一点 那么老老年人呢 年长的人适应起来就会慢 这个时候儿女又不在身边啊 关注的很少 所以说呢 像这种养老院的一些新的机制出现了 有可能会引发整个养老行业的革命 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这类工作要上市的话 啊 他现在已经是做到了日本 基本上是最好的一类了 所以呢 大家要去找啊 一个行业里面 或者是这个需求里面 某一个亮点 那么这个亮点能够非常好的 满足这个社会 这一部分群体的一个硬性的需求 啊 那么第五呢 就是富人要服务啊 因为我不是富人啊 所以说没有办法给大家讲太多 不过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也是会服务 这些富人的啊 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服务员 服务生的这种角色 去服务这些富人呢 给他们什么呢 作为一些资产的一些建议 投资的一些建议 那么富人的需求很简单啊 他们比方说资金比较多啊 可能有五百万 一千万现金 那么这部分现金呢 啊 如果要投到市场 怎么去投啊 他可能要的策略就很丰富了 他可以能买一百个投资组合的策略 每一个呢 大概是买一两万的 这样分散开来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可能只有两万块 对吧 那我们只能集中在一两米上面 所以呢 当系统性风险来的时候 富人会发现 哎 你发现他的资金呢 哎 左边跌了啊 右边涨了 右边跌了 左边涨了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呢 他的需求本身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这个需求 我们的需求呢 是什么呢 啊 穷人要翻身 我们想要翻身啊 像我今天 如果我赚二十万 我想明年赚四十万啊 尽快的实现财务自由 那么大家也是一样的 我们谁都不可能说我不想赚钱 如果我们不想赚钱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呢 是我们有子女啊 啊 子女赚钱能力很强 我们不需要工作了 大家都已经是解放了 那么第二呢 就已经是财务自由了 对吧 只要我们还在年轻啊 我相信三四十岁的人 尤其有这种需求 就是大家呢 希望资金多一点 这样说实话 是安全感多一点 不能说女性就说没房没车不嫁 你是错误的 没什么太大的错误 因为在未来 如果没房没车啊 这标显的彰显这个男性的能力 也不太够 对吧 他本身都是等价 当然了 这个很难 就是说啊 每个人都适用嘛 毕竟是个概率事件 那么大家会发现啊 很多卖客的啊 像这种什么啊 七天啊 赚十万块啊 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未来让你赚一百万的这些行业 那么这些呢 在中国包装成客啊 像我这种的啊 去讲一节课 可能要至少五千块人币 我觉得问题不大 像二十四号 这种十一十一月二十四号 我们邀请了这个啊 戴若顾比啊 叫金融教父 他在中国在十年前 讲一节课是要二十万人币 啊 这十年前的物价水平 那么十年后 我相信四十万讲一节课 不为过吧 对吧 那戴若顾比去中国讲一节课要四十万啊 大家来我们这听免费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卖客啊 因为他有需求 大家有需求 真的是想赚钱 想知道怎么赚钱 想知道赚钱的一些思路 像我刚刚给大家讲的 这些LV这些啊 亚诗兰代的这些思路 完全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LV在二级市场上 俄一级市场上 基于这个爱马仕啊 爱马仕竟然是一个家族的 两百多年的一个产业啊 所以说呢 大家通过把自己的视野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能做的投资越来越多 越来越稳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卖希望啊 这个呢 就属于圈钱了 什么叫卖希望呢 就是给你一些美好的啊 画饼啊 我们知道创业的时候 创始人啊 因为我以前经常干创始人的角色 经常给别人卖希望 画大饼啊 说这个啊 几年上市 对吧 五年上市 十年上市啊 这种画大饼 那么上市公司也会给投资人画大饼的啊 比方说A2啊 说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规划啊 我2020年想要做什么 要打开中国市场 打开什么市场 A4P也是啊 比方说这种股票 那么这都是属于画大饼的 那么画大饼画的比较好的是哪家公司 那是SEEK S-E-E-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潜力非常大啊 那么今天啊 可能有人说每次都要推荐点股票啊 现在很难做 说实话啊 不赔就是不错的了 那么现在虽然今天中美贸易又谈谈到了一个新的进展啊 导致了我的这个空单啊 亏损严重啊 亏了几万块 让我很是不爽 那么亏了几万块之后呢 啊 我痛定思痛啊 不逆势而为啊 那小小的做一点空单之后呢 啊 慢慢的再等机会了 最近就休息一休息啊 等到这个12月看看经济数据不好了 咱再做空吧啊 明年3月份特朗普还要选举呢 所以说呢 当大家发现啊 这个卖希望的东西来了啊 一定要谨慎 那么卖未来是什么呢 啊 刚刚这一样的 像蔚来汽车啊 特斯拉都属于卖未来了 你看看股价跌成什么样了 蔚来汽车啊 名字倒请的 起的也挺好 那蔚来汽车呢 从上市以来跌掉了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八十多的市值都跌没了啊 所以说呢 对这一类啊啊 就说想要赚穷 穷人钱 像我这种人的钱 大家要小心一点啊 千万不要再去交智商税了 你有那些钱啊 踏踏实实的像巴菲特说过一句话 非常好 叫做什么呢 没有人愿意慢慢的蝙蝠 我们都希望今天赚一万块 明天赚一万块 后天赚两万 我就是这样的啊 我经常呢 哎 赚了几万块 然后一时不开心 觉得赚了这么多啊 是不是应该开心一下子呢 哎 搞个五百手啊 搞个一百手啊 夸 哎 分分钟就没了 所以呢 交了很多次这种智商税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呢 本质上啊 就是有一种 这种根上的这种穷人呢 或者是我们对风险的这种意识不到位 很多富人啊 他们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只做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越来越少 并且呢 我们不到那个层次根本没法掌控市场啊 你没办法去掌控市场 对吧 因为我没到那个层次 像LV啊 他知道 爱马仕的股价未来肯定涨 因为已经把二级上能够流通的买到极限了 已经把投行手里的全部都买下来了 你说能不能能收购失败吗 啊 肯定基本上不会失败 那本身股价也会涨 因为他的钱够多啊 我们钱不够多怎么办呢 啊 那我们就要做啊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有把握的事情 做不到百分之百 我们就降一降嘛 降到百分八十啊 但千万别连百分之五十的事情都去做啊 你赌博还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概率呢 对吧 如果你在金融市场上 你只做百分之五十的概率的事情 那么啊 还不如去赌场的 对吧 因为你没有提高 因为在金融市场上 你做百分之五十的概率事情 你可能这次赚了啊 你下次可能就翻倍去玩了 那你翻倍之后再错了百分之五十 那就连着前面都没了 给大家出个题啊 每年赚百分之二啊 连续赚三年啊 这样的投资你喜欢呢 还是说前两年赚百分之五啊 后面又亏了百分之五 你愿意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持续的一个资金增长啊 比方说每个月 咱不说百分之二吧 太少了 每月百分之啊 就是说每年百分之五十吧啊 一万块 大家可以拿笔算一下 我现在拿一支笔 一万块钱 每年百分之五十增长速度啊 增长三年 我看一下啊 三年之后是多少钱 一万块啊 一万 大家知道怎么算吧 就是一万啊 乘以一点五 就是一年 第一年是一万五 啊 再乘以一点五 第二年是两万两千五百 再乘以一点五 是三万三千七百五 好了 那么还有第二种呢 啊 是一万块钱 我们第一年回报啊 百分之一百啊 翻一倍 第二年也是百分之一百 翻一倍 第三年是亏百分之一百啊 大家说想要哪个呀 这也不用说了 对不对 因为第三年已经亏了一百啊 第一年是两万啊 第二年是四万 对吧 很爽啊 翻倍了 第三年变成零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你的增长啊 你是要每年稳定的啊 你把这个数字缩小一点 也是一样的啊 比方说第一年转50% 第二年转50% 计算金亏50% 你试一下 看看你的钱剩多少啊 基本上又回到解放钱了 在金融投资里面 最怕的就是亏钱 白菲特也说过啊 他老人家也说 他最讨厌的就是亏钱 所有的我做过 我见过的大投行的啊 大的这些操盘团队 最讨厌的就是亏钱 因为你十万块钱 你亏掉两万啊 你亏了百分之二十 但是你赚回去 赚的就不是百分之二十了 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 所以说呢 尽量我们要慢慢的赚钱 那么我们虽然翻身难啊 但我们也要翻 那么翻的时候呢 就要保证把时间放长一点 把这个概率啊 放的大一点 时间越长呢 才能把这个概率大 才能把负利的这个威力啊 体现出来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 阿里巴巴啊 这种属于穷人的公司 还有小米啊 都属于穷人的公司啊 赚我们的钱啊 大家看2016年 最低接到接近50块钱啊 现在已经是到了170了啊 180了 那么阿里巴巴呢 在未来前景还是非常大的啊 它基本上垄断了国内一半的市场 对吧 网上的市场啊 所以说呢 大家从这个消费群体里面 去选行业啊 从行业里面选公司 从公司里面呢 选最好的那个股票 那么个人要出名啊 这个呢 就大家去想一想 看看个人怎么出名啊 到底是抖音还是YouTube 还是什么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还有人说Tiffany啊 这些 那么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目前啊 给大家解释的一个策略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的问题 啊 还有一些 大家可以多看看书啊 就是你在金融投资的时候啊 你不一定要要啊 一开始就想赚那么多钱啊 不一定要上来就铺到这个技术分析上啊 铺到基本面 你要先了解历史 人类社会有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就是历史是重复的 过去发生了 今年也会发生啊 像我们的金融危机啊 十年一个大周期 十年一个大周期 重复多少年啊 每年都有在最低点抛掉的人啊 在最高点买进去的人 对吧 我这么说 肯定是对的 对吧 我相信大家也都认可啊 永远都有人在最高点买进去 为什么呢 永远都有人在最低点忍不住抛掉了啊 有人问我 APX 我说了我23块钱买的啊 啊 这个AMP啊 我说了我1块8买的啊 麦克1块7毛5买的啊 那么都告诉大家了 大家能看到我们亏多少钱啊 大家看一下情况 那么基本上只要是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问题了 未来都会回来 所以你看公司呢 看得到于它的价值 还是你看它的价格 如果你做股票是盯着它的价格跑 那么你就像是在追一个女生一样 你一直在跟着他屁股后面跑 如果你盯着它的价值跑啊 那你盯的是什么呢 啊 你是凶有成竹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它到底是价值是什么样的 价格的波动对你来讲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投资股票是让它这家公司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懂这个概念吗 就是你投阿里巴巴也好啊 是因为你知道你会用它 你的朋友会用它啊 你投这个潘多拉的股票啊 潘多拉 因为你的朋友会买 当某一天你不会买了 你觉得潘多拉这个首饰啊 100多块钱 200块钱 1000块钱啊 这个1000块钱 我就不买潘多拉了 100多块钱 潘多拉这个款式也看够了啊 那我就把这个股票抛了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说呢 大家在买股票的时候啊 不要把市场想的那么复杂啊 简简单单的啊 APS的走势APS啊 我估计啊啊 我的心理价格是跌到17块18块 我会再进去买啊 如果大家这个钱啊 着急用 那要抛一点啊 不着急用 那留着呗 这个对吧 你这个钱你拿出来干嘛呢 现在亏了这么多 对吧 你还不如放那了 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啊 亏钱我就放那等着呗 大不了有天就回来了 其实有一些股票是的 很多时候呢 当一个股价 它是波浪型上涨了啊 就跟水波一样 它是有涨有跌 再上涨再下跌 科技股的回调会比较大 这是正常的 那你跌穿了第一个支撑的时候 23块钱 对吧 那天一根线下来 然后呢 跌穿了20块钱 很正常下一个价位 就到17到18啊 那17到18 那就是从最高点回调了50%了 同志们 一个股票从最高点回调50% 你有什么理由不买吗 当然NMP你可以不买 因为是公司出问题了啊 从20多块钱 十几块 你怎么抄底怎么赔 啊 那为什么到了一块多 一块七一块八 我们进场呢 那还能跌到哪去啊 我们算的也是个概率事情啊 就从一块八涨到三块六 有没有戏 有戏 从一块八跌到零 有没有戏 没戏 对吧 就这么简单 你一个东西的价格翻倍是可能的啊 概率还挺大 那么跌到零没有 没有可能性 那你为什么不买呢 结果我们之前说原油 原油现在涨得也非常好啊 对吧 已经60多块钱了 我们说这个原油上60是肯定的啊 因为你不用担心嘛 还有利息可以赚 所以呢 一些简单的投资 你就把它简单化 那么钱呢 不要一次性全用完 这个呢是我们啊 作为像我这种穷人啊 每天都紧紧巴巴的生活 是最惨的啊 就是你这儿想投资没钱 那儿想投资没钱啊 所以错失很多机会 我们一定要把钱投在你认为最有把握的 这一个股票啊 一个行情上面 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啊 因为我们谁都不是有钱的富人 对吧 我相信大家很少有几个身家几千万 现金几千万的 那么大家如果是想要增值啊 就是说从几万到几十万到几百万啊 几百万再到几千万 这个级别啊 我们跟大家讲 就是要慢慢的来 你要把钱集中在某一到两个 这段时期内比较靠谱的啊 如果是你做错了 你发现你做错了 那么在短线交易上来讲啊 每天的亏损啊啊 你要么是把盈利啊 当做你可以亏损的部分 如果商级本金了 你每天的亏损 短线交易不要超过1%啊 这样你才行吗啊 你一万块钱你最多一天不要亏一百块钱 那么如果你赚了一万一千块钱啊 你赚了一万一千块钱 那这一钱你随便亏啊 你本来是赚的吗 你可以当练手也好 你可以做一些高风险投资都行 啊 所以说对资金管理上来讲的话 大家要做一个理性啊 该出手的时候你出手 该攻击的时候你攻击 该防守的时候你防守啊 这就是我们目前啊 总结的经验给大家 好了 大家问的都是股票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信息啊 因为今天啊我还是要回去休息一下啊 这个养养这个身子啊 我想一下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些书啊 叫比方说啊 比方说这个罗斯拉尔德家族啊 据说是史上最富的家族啊 曾经控制着整个欧洲啊 也影响中国的政治决定啊 罗斯拉尔德家族那个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时候 罗斯拉尔德在背后就是推手之一啊 罗斯拉尔德家族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货币战争啊 这些书货币战争 大家去看一下啊 货币战争啊 还有美联储啊 大家如果是做金融的话 不知道美联储是什么啊 也要去看一下 美联储也是一本书啊 还有什么呢啊 还有石油战争啊 看了石油战争 大家知道啊 这个苏联是怎么解体的啊 苏联解体不在政治问题 是因为石油问题啊 因为石油没钱了 啊 当时呢 苏联所有的粮食啊 吃的生活用品 都是通过卖石油的钱啊 从海外买回来的啊 石油如果价格暴跌了啊 跌了一半 那么国家储备就没了 啊 所以说呢 他就没有钱再买粮食了 大家就起义造反了呗 啊 那么石油战争 还有中东啊 五次石油战争 中东战争 还有粮食战争 啊 大家看一下粮食战争啊 到底是怎么解决 全世界目前有八亿人口 还在饥饿状态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感谢 现在的生活啊 时刻感恩着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未来粮食战争啊 将会成为非常致命的一个环节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澳洲有很多粮食的公司啊 这个怎么出来一个天天猫啊 双十一 澳洲呢 目前赚钱最多的一家公司 就是一家粮食公司啊 大家自己去查 赚钱非常稳啊 比BRP还要稳 啊 所以粮食公司 大家不要小瞧的啊 自己去查一下粮食类的澳洲上市公司 澳洲有很多粮食公司没上市啊 因为赚钱赚太多了啊 不需要上市 那么这些书呢 大家自己看一下 就会对目前的整个社会 为什么形变成这样了啊 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 就会了解 啊 粮食战争在这儿啊 全称我也给大家打在打在这儿 粮食战争市场权利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啊 英国人写的 好了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的大家的这个支持 啊 我们下周二 悉尼的同时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网课的内容 Vspac和内部啊 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啊 大家继续关注就好 不要太贪心 祝大家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